2019国庆焰火在屏东登场 而今年国庆焰火预计要施放42分钟 而且首度结合交响乐团现场演出 那么也创下了国庆焰火史上 施放最长实况演奏的新进入 屏东县长潘梦安席地而坐 观赏焰火动画 2019国庆焰火将在屏东登场 由国立台湾交响乐团配合焰火 进行六段主题现场演出 不只达到视听觉的双重震撼 也创下施放时间最长 以及实况演奏的双记录 史上最长42分钟 国庆焰火过去在施放的时候是配乐 我们是现场邀请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针对六大主题设计不同的曲目 以这个主题的内容来编曲量身定奏 所以一定要到现场才有临场感 今年的国庆焰火预计施放一万六千多发烟火弹 十分壮观 十月十号当天预计晚上八点开始施放 从下午四点起就有表演活动 施放结束后也有乐团演出 要陪大家欢庆一整晚 记者组合报道